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Luma AI Gini 3D建模的工具 以往我们要自己建立3D模型 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 不只是你要学习很多 标准3D软体的建模方式以外 后面还有一些材质设定 这些你都要逐步的去完成 那么我们现在3D建模 也搭上了AI的浪潮 所以你可以先看看 这里有几个使用Luma AI Gini 所生成的3D模型 你只要跟一般的文字生成图片 这样的语法 当然这里只能用英文 但是你可以发现 当你要做的这些内容 这些3D模型 我们只要一个语法 就可以轻装完成 每次它都会给你4张 你再去针对你所想要的模型 你还可以生成比较高画质的 那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 您进入到Gini网站之后 在下方它预设 其实就会有一个提示词 在上方这里 它的网页背景上 你也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很多的做好的模型 点进去之后 你再点它一下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模型 直接以3D互动的方式 让你来直接检视它 相当的方便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提示词 就直接来做一个新的生成 像刚刚所提到的 每次生成都会有4个图产生出来 如果有哪一个你比较喜欢 点进去 那它就会开始产生可以互动的3D模型 稍等一下下之后呢 在右手边就会有更完整的选担跑出来 好现在我们就看到 这样子一个模型就出现了哦 那么如果你有需要高画时的 你就可以按这个地方 Make a high risk 那这里可能就会需要等一点时间 另外呢 这边也可以做不同的变化 也就是以它为基准来做变化 还有呢 我们在下面这里 你可以选择 看您要输出到哪些3D模型的格式 都非常的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直接透过这里把它分享出来 那么您只要生成完的时候呢 在上面creations 就可以看到您过去所生成的这些内容 那如果呢 你有生成高画质的部分 它在右上角这边就会叫high risk 这样子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直接从这里过滤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 已经生成好的 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这样子呢 您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哦